叶蒙刚上车,看着李静宇回复那个冷淡的恩,心情莫名亢奋,仿佛争先恐后地涌出一大。 波雀跃的小鱼儿,在他心底上蹿下跳,毫不欢乐。 谁说姐弟恋不快乐,调戏男朋友真的快乐,吃狗粮的才不快乐呢? 蒙,需要剧本吗? 我分分钟给你安排。 LJY,不用。 蒙,好的,五分钟,马上就位。 叶蒙边开车边真情实感地散发思维,等会多少要挣扎一下,尽管他男朋友很诱人,亲下来基本上没有抗拒的可能,但至少今天,他得勉为其难地反抗一下,为了增加刺,激度,要不要是情景而定得甩他一巴掌呢? 算了,李静宇可能会以为他疯了,而且他也不舍得。 不多不少,恰恰五分钟,叶蒙将车停进社区里的停车位,还煞有介事地轻轻愣了下喇叭,提醒屋里的李静宇,他到了。 然后,他下车,沿着灰白的雕花屋檐往里走,这个终点还挺热闹,小巷里四处支棱着五花八门的早点摊,三俩成堆,客瓜子聊天的,下棋斗去的。 一如既往,全都是精神绝朔的老人,看不见一张年轻面孔。 唯独那个异类,叶蒙刚拐过弯,一只咸鱼竿猝不及防地直直朝他一刀刺来,嘿,这还有人拿着咸鱼竿堵在巷子口炼太极剑的。 老头神情宿母,不太愉悦他的突然出现,摆他一眼,单脚起誓,一招扑布横扫是燕子啄泥,给他让了路。 叶蒙小心翼翼地抬脚跨过去,等他怀揣着激动的心情,走到李静宇家门口,发现他家门竟然敞着。 有个老太太勾搂着被站在他家门口,李静宇穿着一身干净的居家服,单手抄兜,并只手递了一把葱给他,抬头看见他站在楼洞门口,便也没锁门,直接转身进去了。 等老太太走后,叶蒙走进去,把门锁上。 李静宇大啦啦长着腿,仰头靠在沙发上,脑袋上罩着一条灰色的宝毯,似乎一副没太睡醒的样子。 关了门,屋内很暗,窗帘始终紧闭着,只有院子的落地门那边尽一丝微弱的光线,将这间如同暗示的屋子照得昏昏亮。 屋内很潮,墙面没点斑驳,家具也散着隐隐的霉味。 但只要李静宇安安静静坐在那,他就觉得再脏的地方也好像是天堂。 叶蒙走过去,刚坐下,毛毯罩了他上半身,只露出凌乱的头发,和一双轻瘦匀称的长腿。 叶蒙心疼地摸摸他的头发说,宝贝,还困。 李静宇似是终于有了点力气,滴滴地嗡了声,然后将身上的毛毯扯掉,昏沉地攻着背,眼神困倦地从矮挤上捞过烟弦在嘴里低头吸燃,吞云吐雾半顺,仿佛头脑清醒了些,眼神也恢复清明。 他一手夹着烟,一手打火机在指尖把玩不停,微微侧过头,那双充满倦意的深情眼,一动不动地悠悠盯着叶蒙桥。 叶蒙被他这种眼神看得心愿一码,心跳怦怦,一把夺过他的烟,给灭了,睡醒别抽烟,我给你包个橘子吃恩。 李静宇半梦半醒,这会儿特别乖,又嗡了声,指尖惯性,熟练地把玩着打火机,静静地等他包橘子。 叶蒙看那幽蓝色的火苗,在他指尖窜来窜去,一边心不在焉地包橘子,一边问,跟哪学的这些花里花哨? 美国? 哟,还在美国待过啊? 看来以前家里不是一般有钱啊。 李静宇勉强地牵着嘴角笑笑眉睫,他其实在想,如果叶蒙知道他在美国那几年是个什么没人性样子,还会不会像昨晚那样欺负他,调戏他? 但老虎盘久了,也会误以为自己是猫。 他装乖乖仔装了这么多年,其实他都有点分不清,到底美国那个是他,还是李灵白眼皮子底下这个乖乖仔才是他。 或许他天生骨子里就有两个天差地别的人格,不然李灵白怎么说他天生反骨,罪恶的种子呢? 李静宇没回答,把打火机往挨挤上一丢,有些懒散地把他扯过来,低头凑过去吻他。 叶蒙怎么觉得有点不太符合他脑中的设想,轻轻抵着他的胸膛推了一下,不是这种啊宝贝,没你这么温柔的,你不会强吻吗? 要那种狠狠的,不顾一切的,疯狂的,没人性的。 来,我给你示范一下。 李静宇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,不动声色地看着他,一言不发地抬手吁吁一让,示意你来。 叶蒙在心里叹口气,怎么就找了个恋爱小白痴呢? 叶蒙一边失望地想,一边却很粗暴地将他牢牢地抵在沙发上,双手揪住他的衣领,往自己身上一拉,提了口气,不顾一切地咬住他的唇, 舌尖二话不说,直抵进去,吩咐他,打开。 李静宇听话打开。 叶蒙他睁眼,李静宇,你你你你你吃大蒜。 李静宇笑得不行,直接搂住他摁在自己怀里,叶蒙这会是真的不用眼了。 千百万个挣扎想要推开他,李静宇漫不经心地将他控在怀里,扣着他的手腕,直接反客为主, 翻身将他压在沙发上,叶蒙仰着脖子躲他的吻。 李静宇只能一口咬在他的下巴上,若有肆无地轻轻含了口,他血液凝固,听他低声道,躲什么? 叶蒙浑身一麻,头皮瞬间仿佛炸开,理智尚存,只能连连求饶。 宝贝,你去刷牙行不行? 不要! 他埋在他细密的颈窝间,昏暗的房间里,他们肌肤相贴,静谜无声, 依稀还能听见黎爸院外清洁工拿着大扫帚刷刷刷的扫码路声。 叶蒙身上压着男人硬实高大的身躯,他觉得自己全身血液沸腾。 李静宇却还是一副冷冷清清的样子,手指捏着他的下巴,比他同自己对视,气息一点点逼近,带着一股刚睡醒的朦胧说,说我错了。 我错了,宝贝! 叶蒙软着嗓子,在他耳边吹气。 叫哥哥! 叶蒙养在沙发上,露出白皙嫩滑的梗子,长发乌黑地散着在白色布衣沙发上,眼里湿漉漉的,不知是刚才急的, 还是这会儿被他这强势要站回上风的样子笑出了眼泪。 他又眨眨眼低声认了句,我错了,哥哥。 李静宇翻身坐起来,边穿拖鞋边骂道,没骨气。 李静宇在厕所刷牙的时候,把门锁了。 叶蒙抱着胳膊,靠着门框,还在外面没骨气地咯咯咯咯叫,李静宇把水一关。 牙刷含在嘴里把门打开,靠着洗手池,一边刷一边,冲他冷淡地说, 闭嘴行吗?不知道的,以为我家狗变鸡了。 叶蒙笑盈盈地不以为意,咱们今天什么安排啊? 他咕噜咕噜吐掉,说,你说。 叶蒙走过去,抱住他的腰,下巴顶在他的胸膛上,仰头看着他说, 我就想陪你在家待一天,就这样抱着就行。 李静宇刷牙的手停下来,倒也没推开他,任由他抱着。 只微微抬手,含了口水,又转头吐掉,也没管嘴角残余着的灵星牙膏末。 人还是背靠着洗手池,熟忍地打开水龙头,边冲牙刷,边低头逆着他,笑了下, 你跟你以前每个男朋友在一起,都这么黏人吗? 叶蒙摇头,我说只有跟你才这样,你信吗? 鬼才信,李静宇随手把牙刷插回牙杯里,放到一边,吃笑道,你觉得我会信吗? 李静宇回房间换了身干净衣服,他还特意锁了门,夜蒙看他这小心翼翼防着他的样子, 差点笑差气,在门外总也忍不住故意逗他,实话告诉你,我祖上是开锁师傅, 你这种锁是防不住我的,分分钟能给你拧开,信不信? 李头压根不搭理他,过了几秒,门打开了,李静宇刚把一件黑色套头卫衣套上, 显然还没来得及穿好,一边开门,一边漫不经心地耸了两下肩, 把衣服拎正,领口还压着圆圆的一圈白领,叠穿了两层,这是防谁呢? 你不怕被我打的话,就翘。 他房间很小,其实没什么地方坐了,一个大衣柜, 两个装在满扎的书架,然后便是墙角那架,看起来跟这个屋子格格不入,一世独立的电子琴。 李静宇坐在电子琴和墙之间的椅子上,叶蒙只能坐在琴对面的床上,这样两人刚好面对面。 叶蒙发现男生最奇怪的一点,换套衣服整个人就精神了。 不管之前看起来多累,此刻头发也凌乱,但洗了把脸,露出饱满的额头,倒也意外精神。 黑色衬得他皮肤更白,露出清晰的喉结和流畅的脖梗线。 幼儿耳钉在脖肩轻轻闪着光,却因为冷白皮,显得又皮又干净。 这个人真是随便一收拾,都让人惊艳。 夜蒙睡醒如果不导致上半小时,是显不出人样的。 墙上的老钟在滴答滴答声中闷闷地匀速前进。 李静语人大啦啦的靠在墙上,腿敞着,盯他看了一会儿,大概觉得这样很无聊。 左手在电子琴上猝不及防地重重弹了几个音,蹦蹦蹦三声,提醒他回神, 真打算这么跟我消磨时间。 我明天要去市里了,你不想多看我几眼? 夜蒙双手撑在他的床边看着他说。 多看几眼你就不会走了吗? 他说。 你不想我走啊。 夜蒙面露惊喜,那你早说啊。 李静语没什么情绪地靠在墙上,不说话,后脑顶着墙,因为电子琴架的高, 他仍是居高临下地盯着他,垂着眼皮,眼睛仿佛被水浸过的黑色玻璃球,显得格外深沉地看着他。 他觉得夜蒙真的很神奇,明明看着很有主见的一个女人,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样子,做什么总有自己的底气,心里不知道是捧着火炬还是圣水,眼神里总有所向披靡的坚定,看着阳光的不行。 在他面前,却总能露出小女人的一面,看起来似乎不太愿意被他拿捏,但总是忍不住被他轻而易举拿捏了。 李静语开口道,我说不想你走,你就不去入职了。 夜蒙走过去,笨拙地在电子琴上扮出一串旋律,李静语勉强能听出来是一闪一闪亮晶晶。 他大咧咧的语气,加在如此单调的音乐声中,却显得格外真诚,又不是什么重要工作。 我目前的存款也不着急养活自己,大不了回来镇上考个事业单位,你要真不想我走你就说,我肯定先考虑宝贝你的。 李静语笑了下,把他对自己擒毛手毛脚的手给拿开,算了,你还是去市里上班吧。 我觉得,现在这样就挺好的,还是慢慢来吧。 而且,奶奶二期化疗要开始了,我也没什么时间天天陪你在家号。 夜蒙的失望是意料之中的,他知道李静语这个弟弟身上这股傲娇的劲儿,是一定不会开口让他别走的。 而且,在李静语心里,奶奶毋庸置疑比任何人都重要,他说不定都还没门口的小黄狗重要。 夜蒙沉思半晌,给自己点了支烟,在狭小的房间里,细白的纸尖燃着明孽的星火。 在烟雾缭绕里问他,会唱粤语歌吗?你想听什么?随便。 他的粤语还挺标准的,夜蒙觉得他又要收回那句话了,他唱歌不是没有感情,他是懒得带感情。 夜蒙发现李静语是左撇子。 除了吃饭拿筷子用右手,他抱他的时候,单手弹琴的时候,都是左手优先。 他弹得很敷衍,但至少唱得不敷衍,李静语没低头看琴谱,一只手弹伴奏。 整个人就闲闲散散地靠着墙,眼神也散,但看他时是认真且深情的,是他天生的优势。 夜蒙要不是很早就体会到了泡小狼狗的乐趣,也不会这么执着于姐弟恋了。 夜蒙被他眼神里的情绪吸引,他沉溺其中。 加上他不知道是故意的,还是偏就凑巧的,唱了一首《恶狼传说》,看上去异常的性感癖。 他的眼神再也离不开他,索性抱着膝盖坐在地上,同他的眼神抵死纠缠。 不知怎么夜蒙就觉得仿佛空气明智,四周空气里好像悬着针,随时能眨到他皮肤上。 他小心翼翼地在他令人沉迷和窒息的眼神里,汲取着彼此呼吸的氧气。 偏偏知道,爱令我无明天,爱会像头饿狼,嘴巴似极甜,假使走近弯弯他胸相便成线。 爱会像头饿狼,岂可抱着眠,他必给我狠狠地伤识做留念。 音乐声停了很久,屋内僻静无声,树梢间隐隐能听见鸟鸣,仿佛要抖落这春日白雪,与这春日平分秋色。 他们像两个孤独的旅人,也像两个游走在银河彼端的一世人。 终于寻找到现实里那不可告人的慰藉,向沉沦在世俗里的人们告诫,他们是同类。 叶蒙站在墙角处,抽了口烟,含着浓烈的烟草味,抬起他的下巴。 烟气慢慢地镀进他嘴里,然后重重稳住他,仿佛用尽了前所未有的温柔,一点点损他的唇。 静密的房间里,仿佛燃着壁炉,热度攀升,却只听他俩秘密诱根发泄似的啄吻声。 气氛透着一种消沉的糜烂,他们彼此沉溺,互相慰藉。 李静瑜,我没玩你。 他捧着他的脸,边吻边说。 嗯,他回吻。 请不吻。 感谢观看